今年吃過到高貨交通 事故統計 每十萬人的市場 金屬跟現場的市場金屬 都是在台中市上街 並且認為是因為很多道路的街 表示真不清楚 台中市府公後續會繼續檢討 雖然是禮拜日載去 但是來到台中市北區 最有名的五車路口 車流量也是很大 就算是因此科技 計劃設備也是交通事故 中心的熱點 附近的店頭表紙沒有異過 因為路徑很複雜 表紙又很亂 在地人都不一定知道要怎麼走 他們看不懂福利店 福利店很雜 很容易出差貨 這裡全台中最容易出差貨的地方 經過高通部檔案 主審查詢網統計 今年一月到九月高通事故 台中市每十萬人市場所 2489人 新林市場人所2581人 都是全國上官 雍路人任為台中市道路標算混亂 路口黑不熄 青陽町都有關係 那個紅綠燈也太多了 對 有時候你你就一直停在那等 結果反倒會造成行的 有時候看就一小段 就一個紅綠燈結果 又想說沒有人就跑過去 結果就發生車禍 本市八九月三十日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接較去年同期下降 顯示本市交通事故房子 已略見成效 市府大灣團隊亦持續透過工程教育 執法方面來改善交通事故 台中市府表示 高東部今年八月曾經公佈 台中市三十天一來 A115降級最多 無論是在立法的共度 民眾的收穫 台中市在八九月份 都是全國表現最好 後續十九月都會來檢討相關的訴記 盤點於中市的路口 跟國中中市的聲音 每年希望在立三十天一來的 A115降級可以降級百分之五 記者台中報讀 請坐到那裡 請坐到那裡